第二十八题 十公尺每秒每秒 所以换算成牛顿是一公斤重等于十牛顿 所以乘以十 所以他应该是施力两万牛顿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堆高机将货物垂直抬高时 上台货物的作用力做工等于两万交额 我们知道做工就是力量成位移 我们刚才知道我们的施力要是两万牛顿 然后他往上抬高两公尺 所以我们的做工应该是四万交额 所以选项B说是两万交额也是错的 选项C 堆高机将货物水平移动时 上台货物的作用力没有做工 我们施力是上台的向上 而我们的移动是水平的移动 两个互相垂直完全没有平行 做工就是力量成位移 但是要互相平行 这个完全没有平行就表示没有做工 所以选项C呢是正确的 选项书全程货物移动过程中 重力对货物做工为六万交额 我们的重力做工就是我们往上台的做工 只不过一个是做正工 一个做复工 因为一个势力向上 是没有做工的 重力也是一样 重力向下水平移动 所以也没有做工 所以重力对货物的做工 应该跟前面的答案一样 叫做四万交额 不过他做的是复工 所以选项株呢也是错的 因此第28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堆高机将货物水平移动时 上台货物的作用力没做工 感谢观看